叶为勉,我叶为也不太好勉 我觉得反拉最主要还是要能够首先动作不需要太大 还是要能够去保证击球的点 然后要能够控制好点 另外还是要能够判断对手拉球的旋转 大概是能有多转 然后再去控制身上的板形跟重心 我觉得没必要是腰带手吧 还是相对比较一致吧 这样更能保持身体与胳膊这种协调的发力 如果腰带手发挥不好的话会脱节比较厉害 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这种胳膊水 所以说最好能够控制动作保持一致吧 手腕的话我觉得在正常情况下 不太需要去用过多的手腕吧 除非遇到比较转的球或者比较快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你动作做小的时候才需要用更多手腕 但正常的一般球其实不太需要用更多的手腕 这个像斯诺克 这个像斯诺克 没必要没事老加赛 成名您好不光你练习今天是发胃 我也比较发胃 我觉得还是需要能够去找到一些方式 最主要还是能够去有目的去练 可能天天练一样的这种技检术 或者一样的东西 有的时候会感觉发胃 不妨可能有的时候去打打比赛 或者是去专业一样东西的话 我觉得去想提高的话 还是会有帮助吧 会对你训练的帮助 感谢观看